现在就一定是正确的 好感谢何必先生先生的点评 这个美国大选还有一天 那现在这个何必先生的话夹子是已经关不上了 谁对这样的一次大选最紧张 那从美国的邻国到加拿大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 可以说每一个和美国有关系的国家都是比较紧张的 那可以对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更为紧张 因为在美国大选日前后 那么中国的这个人大常委会要举行一场会议 大家关注的是中国人大这样的一个立法机构的常委会上 要决定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刺激政策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 但是在我们上节目之前的无论是彭博社还是华尔街日报 都有文章认为赵乐际这个人大委员 人大委员长所主持的这一次的人大常委会 可能并不会掏出中国刺激的火箭筒 根据彭博社的说法 那么在11月4日 其实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已经召开了 大家都在期待这样的一场立法的常委会 可能会批准规模达数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计划 但是这样的一个刺激能不能满足投资者对刺激政策的所有期待呢 彭博社这边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不太可能 那么文章提到外界预期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披露 自疫情以来规模最大经济刺激方案的一些细节 那据高盛啊汇丰啊等银行的研判 在这四天的这五天的会议中啊 那么可能会批准释放更多的财政资源 目的就是要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 并向大型国有银行注资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场美国大选胜负难料 加上啊体量高达18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 正面临着更紧迫的挑战 支持消费的计划细节 可能啊要等到几个月之后才能渐渐明确 彭博社这个文章的言外之一就是 今年你就别等了 那可能会在12月 也可能会在明年3月的若干政策制定会议中 才会透露出具体的数字 那么接下来啊 观察中国出台支持消费举措的重要 消费举措的这个时间点是一个重要的窗口 这些将对扭转市场情绪至关重要 但是也有人认为啊 其实中国官方根本不想提出一个巨大的数字 最后却无法达标 那这样的一个提 喊出一个过高的口号 却无法完成 是一个更加负面的一个结果 中国政府想在支出方面的 是非常的谨慎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呢 则更为直言直许直来直去了 来自作者威雷琳写的这篇文章则认为 中国今年不会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尽管外界一直在期待北京在这样的一场立法会议中宣布更大的经济支持措施 但也有这个投资者会猜测中国可能会期待 在美国大选的结果等大选结果尘埃落定之后呢 再把准备好的相应方案的数字呢 公布与众 但是啊 根据这篇文章引述参与政策讨论的消息人士的说法说 这样以上的这些预期呢 都不对 今年的刺激计划已经是基本确定 而并没有因为美国大选而推迟宣布的日期 这里啊这篇文章就说北京是计划在立法会议结束之后释放出更多经济支持的信号 但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政策调整 若川普当选则会使他们预计会实施加税 北京则可能会增加对于高端制造业的投资以应对风险 但这一选择可能也会加剧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策的不满 在中国政府内部也有顾问人认为呢 北京应该更清晰的传达刺激计划的目标 以减轻市场的波动 其实啊自9月底以来中国政府啊多次表态 投资者对于刺激政策的规模产生了非常多的猜测 从4万亿6万亿8万亿10万亿 一直这个数字猜测的游戏啊一直没停 但是呢由于中国政府的信息传达显出了混乱 外界是很难确定习近平推动经济复苏的具体路径 尽管降息等措施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提振房地产市场 但是消费者信心依然非常的低迷 而美国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呢 也将影响北京的刺激政策的效果 如果川普胜选 中国可能会增加对于经济的支持力度 而如果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当选的话 财政支持呢则可能会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 有一些投资者猜测 美国的总统选举可能会促使市场期待的大规模政策出台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猜测 这篇文章就直接回应说 这样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那参与政策讨论的这个内部人士就说了 今年是不会有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那就是今年你就别等了 那么可能啊 我们所讨论非常多的这个经济刺激火箭筒 今年是不会掏出来了 那么赵乐际的这一场人大常委会会议呢 在结束之后可能也会让大家呢 觉得比较失望 大家可能原本期待的所谓一个非常猛的经济刺激呢 都不会在今年出现 而对于彭博社以及华尔街日报 给出的一个这样的引述内部人士的消息 何明先生怎么看 是不是说这个中国政府这边还是想一再降低外界的这个期待的水准 之所以要降低外界的这个期待啊 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跟美国的这个政策啊不太确定的有一些关系 因为从实际来讲啊 首先我们上一个星期还是最上个星期就讲了 为什么会他要到8号再闭幕啊 这要说明呢 中国的一些幕僚人员呢 对这个美国的选举有时候还是过于乐观了一点 那么这个是不是8号能够出结果 也很难说啊 有时候可以拖更长的时间啊 这是第一个情况 如果即算是8号出来结果 你在那个时候的评估的这个对上台的这个总统的这个政策的这个确定 难道你在8号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出来吗 川普他真的就是要对你加60%或者75%或者是更高的关税吗 他就是吓唬一下 而且他不仅是吓唬中国啊 他吓唬欧盟啊 吓唬很多国家都都吓唬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做出更多的这个平衡 那么这个贺锦丽是不是要跟他长期谋划啊 长期这个博弈啊 还是怎么样 还是贺锦丽也有他的一些独特的政策 现在市面上的这种评价啊 基本上都是想当然 什么贺锦丽是半斗的这个继承人 所以他的政策基本上是半斗的这个政策 这个是太想当然了 虽然呢半斗的政策有很强的这个民主党的共识的特征 但是毕竟这个半斗政府的形成和这个和贺锦丽这个政府的形成 团队的形成是有一些有一些差别的 那么特朗普上台他要解决的问题非常之多 他的敌人非常之多 他要打击的对象非常之多 他说第一天进入白宫就要行使独裁 他说希望只是一天以后就不要搞独裁了 我就是第一天把那些伤害他的人 调查他的人先把他给免职了 对吧 那个特别调查官 总统有没有这个权利 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再继续看 美国的法律将会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 会产生一些极致性的变化 那么因为美国有巨大的决定性的这种经济力量 也使得中国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要不要把这个何敬虹在这个时候就发射出来 还是要等一下下面的政治局会议 因为美国大选之后 要么中共就要开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 要么就很快的开一个政治局的这样一个会 那么通过政治局的会上做出一个评估 然后以后马上就开中央经济会议 通过中央经济会议来听取大家的意见 然后来在明年3月份 或者是更早 也可以因为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嘛 或者是3月份之后 再来确定这种刺激的计划 那么如果是只是考虑到今年 那你剩下的时间也不长了 那你能够动用资金的时间 其实你前也还不晚 对不对 你只是给市场一个预期而已 那你手里大概一两万亿 也就可以了 有了这个数字 如果一两万亿你只是考虑一个非常近期的时间 这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消费率的提升 它跟美国采取的方式不同 美国和很多国家采取的方式是发现金 为什么发现金呢 是因为人家手里没钱啊 中国人的手里不是没有钱 中国人的手里是心里是没有信心 这就是最关键的原因 为什么没有信心 讲圈了讲白了 就是社会保证体系不行 当社会保证体系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程度 人们的安全感增加了 那你就可以了 这个胆子就大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考虑我什么都不做 那么这个政府还给我一个月两千块钱 那我就对人生就不一样的评估了 也许我真的就实现自己的理想了 对不对 我住在一个非常消费低的一个地方 两千块钱我也可以过日子 对不对 我就实现我的理想 或者写一本小说 或者是做一个什么什么 自己特别的一个理想出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真的是花每一份钱 你都有一点担心明天是不是更糟糕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是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 人们会越悲观 越悲观它就越容易出现这个紧缩 这也是中国在另外一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紧缩会不会成为一个心理的惯性 当紧缩成为心理的惯性 它就可能会实现这个心理的惯性 就自我实现的预言 大家都知道 那就会经济的情况就更糟糕 所以实际上在经济学界也好 在给中共的这个建议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有人的建议呢 要猛就猛一点 对吧 那么有的人就认为了 这个事情不能耗坏无情 不能耗坏无情 所以我们也不能妄加传说 这个大家的报道 西方媒体的报道就一定准确 相信他们是有他们的一些来源 但是这个事情的决定还是在一年之间 也许它突然又要改变 虽然呢 这个里面要改变很不容易 也是有很多经济学家 也是有很多的政府官员 也许有很多企业家在参与了 不同程度的形成了这种意见的一种方案 但是这种方案总是由其他放在这个决策者的桌子上 最后面选择哪一个方案 那真的就是看他们的手 哪个手里文件进 我就拿了那份文件出来 就是它了 我们并不知道 这个里面是有一种 也是有一种谜团的一种感觉 但是我要讲的是 中国的财政职制现在太低 中国的国家的空间很大 中国的杠杆非常之多 那么根本不曾在一个出现 这个意大利 当时莫斯里尼之前那种状况 也不可能出现 这个德国拉塞上台的这么一种状况 也不会出现日本的这种漫长的这种衰退 中国的问题 它就是中国今天的这个问题 有些事情令人沮丧 令人悲伤 令人看不到希望 而有些事情它就是这样起来了 就像疫情期间大家很苦闷很愤怒 但是呢 中国的很多的在世界上最有领先能力的企业 恰恰在这个时候 就润扬出来了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 大国有大国的能力 只要不这个国家不发生革命 只要不发生革命 那么它就有一些问题 它就可以通过时间来解决 因为民众如果忍受不了 它最终就会支撑一场革命 希望达到一种快速变革的结果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特征 法国大革命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年 但是法国大革命 现在只有农民自己去上街上去愤怒一下 工人上街上去愤怒一下 一场革命已经很难在法国再起 中国也是一个样子 所以我就跟朋友们的建议还是很简单 如果你真的是不能满意中国现在的现状 离开中国也许是一个选择 就是说你离开中国的时候 面对一个未来的世界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浪漫 即算是社交媒体可能给你一种虚幻的感觉 但是你自己内心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但是有时候是得到了自由 但是并不是天空和大革的问题 时间是要自己熬过去的 好 感谢何必先生 这个话题是越说越沉重 我们还是换